现在呢,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咸水饺的具体做法 首先呢,说咸水饺的原料 这里是里脊肉切成粒 湿东菇 马蹄切成粒 虾米 九黄切碎 现在我介绍咸水饺皮的用料 这是糯米粉 这是橙面 这是猪油 生油 白糖 主线的料味包括有 盐、糖、味精和五香粉 麻油、瘦酒等等 首先我们将橙面用 用开水把它烫熟 我们将糯米粉倒在案板上 然后开窝把白糖倒入窝中 然后是熟成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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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烫熟的成面放进去 猪油 水 水 水 鸪鸡 我们首先把酱油 用水再涂涂 把水全部都放进去 然后把糯米粉浓起来 可以用揉梳式来揉它 揉好后最后加上生油 首先我们开一些生粉浆 把乳鸡肉用生粉浆拌一下 然后起锅 放少许油到锅里 把乳鸡肉放进去爆香 然后放少许油 然后放少许油 放少许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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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放少许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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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少许油 放少许油 然后放少许油 酒芒太熟 味道就不好了 所以就要等馅儿炒好了以后 煮之前再拌匀它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块皮先出体 煮好了 然後做形 包鹹水果 先把皮壓扁開鍋 然後把餡兒包進去 包成橄欖形 包成橄欖形 我們把鹹水果放進 160度的油溫裡進漲 下鍋以後 我們用鍋鏟輕輕地鏟一下 很容易切開 否則的話很容易粘鍋的 好 再次 我們可以回應 把鲜血脚炸至略显金黄色 这个鲜血脚的特色是皮微脆内软滑 馅有五香粉的香味 鲜血脚的用料配方是 糯米粉一斤 熟成面三两 白糖三两 中油二两 生抽五千 清水六两至六两半 鲜血脚馅的用料是 里脊肉粒五两 冬菇五千 马蹄肉三两 虾米一两 九黄一两 九黄一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